这期我们来说一下曲卧带进 也就是晋国的一次小宗取代大宗的内乱 因为是第一次提到晋国 所以我们会从晋国的起源开始说起 西州时期有一个小诸佛国叫唐 在黄河与焚河的东边大概方圆百里 在周城王的时候发生内乱 然后城王就发并灭了唐 有一次城王和弟弟树鱼做游戏 城王将一片铜树叶削成了硅状送给树鱼 说就用这个来给你做分封吧 史官于是就请求选一个良辰吉日来侧捧树鱼 周城王说你怎么还当真了呢 我就是得开玩笑而已 史官说天子无戏言 言则使书旨里成旨月歌旨 于是周城王就把刚刚打下来的这个唐 封给了树鱼 树鱼也就变成了唐树鱼 唐树鱼的儿子鸡械在位时 迁居到了禁地 国号也就由唐改成了禁 并且开始以禁猴建成 接下来这几位没什么内容 一直到禁禁猴一旧这里 这个名字起的还挺有意思的 然后因为这些的内容并不多 所以我们先来简单的聊一聊 起名字的问题 当时人起名字有五个思路 分别是信 义 像 甲 类 信就是婴儿出生时的某一种状态 比如说大名鼎鼎的正庄公叫悟生 说法之一就是他妈妈睡觉的时候 做梦然后把它生出来的 所以就取名叫悟生 然后义是根据婴儿的气质 以及将来的期望而取名 这个其实是比较常见的 比如说现代人的建国应该是这一类的 然后古代的话 感觉获取病应该是属于这一类的吧 像就是婴儿的某些生理特征 比如说孔子生的时候头顶有一些凹陷 所以取名叫孔秋 或者是晋国的晋成公 他叫黑豚 估计是出生的时候 屁股上有一个黑色的胎记吧 然后是甲 就是借周围的事物来取名 已旧应该就是按照这个思路来取的 据说已旧就是储旧的意思 而赵氏孤儿这个故事里面 就有一个叫做公孙储旧的 再有就是这个靖侯已旧 与之后的周平王已旧是属于同名同姓 最后一个是类 就是用婴儿和父亲的相同点来取名 之后鲁皇宫的儿子和自己的出生日期比较接近 所以就取名叫同 以上就是五种起名字的思路 看到现在也是一样的 可以用来借鉴一下这个思路 同时如果是君王或者是王室起名字的话 就需要注意了 有一些方向是需要去避讳的 比如说不以国 不以官 不以山川 不以隐籍 不以畜生 不以货币 这个其实都比较好理解的 就是如果你一旦当上国君的话 那么就涉及到避讳的问题 比如说之后有一个离口叫司徒 那么晋国就不能够再有司徒这个官职了 这就很麻烦了 类似的还有宋国的这个武功叫司空 好 这是关于起名字的问题多说了几句 然后我们还是回来看这个晋侯依旧 他在位的时候 刚好是赶上了周立王时期的国人暴动 以及共和执政 所以是从他开始晋国的国史 开始有了准确的纪念 接着往下传 现侯没什么可说的 到了这个沐侯 就正式的进入到了我们这一期 取我代金的主题了 沐侯在位的第四年 取了齐国的僵尸为夫人 三年之后 讨伐条 应该是失败了吧 然后就给这一年 僵尸所生的第一个儿子 取名叫仇 又过了三年 讨伐千亩 这一次应该是获胜了 于是这一年所生的儿子 取名叫成师 当时的近人师傅 听到了这两个名字说 大的叫仇 小的叫成师 这样是不是很不吉利呢 之后不会发生什么动乱吧 乱是真的乱了 不过先乱的并不是这两个儿子 而是晋木侯的弟弟 晋木侯在位27年后去世 此时他的大儿子 也就是世子仇 应该是20岁了 也已经不小了 但是继位的却是他的叔叔 也就是幕侯的弟弟 靖国的父死子继制度 第一次被打破 世子仇出逃在外 四年之后 仇带人反攻杀死了叔叔 自立为侯 也就是晋文侯 而他的叔叔呢 因为是这样一个情况 并没有被当做诸侯看 也没有留下名字 只是管他叫晋商叔 晋文侯在位的事情 就比较丰富了 而且也是比较关键的 对靖国乃至整个东周的走向 都是至关重要的 晋文侯在位的第十个年头 周游王被杀 西周灭亡 上一期我们说周游王灭国的原因之一 是他太荒唐 比如说为了不包四一笑 而烽火西诸侯 导致后来点烽火 再也没有争得援军 烽火西诸侯 这一著名的说法 是记载于史记的 但是正所谓 尽信书不如无书 史记的内容 也是不能完全信的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就是诸侯的到来 肯定是以天位单位的 今天点起烽火 可能最快也是要明天到来 而且来也不是一起来 是稀稀拉拉的 有先有后 也不可能是大兵一来了 就直接濒临城下 那么这个场景 仔细想来 好像并不是那么的好笑 难道包四的笑点 就是这么奇怪吗 所以这个故事是值得怀疑的 但是既然司马迁说了 而且这个故事还这么著名 我们就不得不提一句 只是上一期 我忘记了提出相关的质疑 再有就是关于东周的将 里大家熟悉的版本 就是周游王的儿子 周平王东迁洛义 开创东周 司马迁的史记也是这么叙述的 但史记的情况 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当时并不是只有周平王一个周王 而是还有其他的诸侯 所拥立的周游王的弟弟 周邪王 也就是当时是二王并存的局面 并且这个局面 一直维持了长达21年之久 估计很多人都不太知道 有这么一回事 因为司马迁的史记 并没有做相关的记录 那么我们今天是怎么知道的呢 大概是有三个来源 一个是左传 里面是有提到邪王兼命四个字的 二是记录于战国的 魏国出土于西晋时期的 诸书纪年这本书 三是记录于战国 大概是在近现代 出土于楚国故地 被清华大学所整理出版的 清华简 这三个来源呢 都比司马迁所在的汉朝 要早一些 但是很可惜 中间夹了一个 秦始皇的分书坑儒 所以诸书纪年和清华简 可能司马迁并没有看到 而左传呢 他肯定是看过的 但是因为只有习王兼命四个字 还是在一段不太重要的对话里面 司马迁可能并没有去在意 而且即使在意了 可能就这四个字 也是摸不清头脑的 所以最终在史记里面 对这一个存在了21年的周王 只字未提 不过除了焚书坑儒之外 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思路 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就是周王的相关记载 本身就没有多少 周平王呢 是靠着申国联合西戎 来推翻的他老爹周游王 最终导致整个浩京被毁 被迫东迁 那么我们来想象一下 这样的一个王 会有多少人愿意去支持和拥立呢 也许他的拥立程度 是小于周游王的 或者顶多是势均力敌的 否则二王兵力 也不可能持续21年 而结束二王兵力这一局面的 就恰恰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 晋国国君 晋文侯 他亲自杀掉了周游王 并最终站在了周平王这一边 再考虑到当时的周王 是在东周并没有什么存在感 那么是不是周平王 为了争取诸侯的支持 而让渡了一些权利或者是利益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周王室或者是这些诸侯们 他是不是有动机 来为他们的这一次合作 做一个掩护呢 而周协王如果本身就不存在的话 就是一个最好的掩护 当然这个不存在 未必是篡改历史了 只要是比较默契 大家都不去提周协王就可以了 然后再进一步的猜测 如果周游王足够荒唐 周平王的合法性 是不是又增加了一层呢 要不就给他按一个 风火系诸侯的帽子 当然以上这些猜测呢 就是一种没有证据的联想 听听就可以了 晋文侯死后继位的是晋昭侯 晋昭侯继位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自己的这个叔叔 承诗封在了曲卧 号为桓属 所以承诗也被叫做曲卧桓属 桓属当时是58岁 持重老成身的人心 再加上曲卧是当时晋国的大都市 比晋的都城义还要大 所以当时有人就觉得 完了这下不是本国盗制了吗 晋国离内乱应该是不远了 那么很多人可能就会问了 为啥呀 为啥赵侯要把更得人心的叔叔 封在更大的城市呢 左传的说法是 当时曲卧发生了动乱 然后把桓属封过去是为了镇守 这就让我想起了之后的五代 后周时期 有契丹来犯 然后赵匡映就率兵去抵御这件事 所以很有可能曲卧的动乱 就是老摩深算的桓属搞的鬼 晋昭侯在位的第七年 晋大臣攀附施杀了赵侯 并且想要迎接桓属入晋 但是晋人不同意 发兵抵抗 桓属不得已又回到了曲卧 然后晋人拥立了昭侯的儿子 也就是晋孝侯 孝侯在位八年 桓属去世 但是曲卧殆尽的进程 并没有就此而停止 而是由他的儿子激善 接过了接力棒 他被称之为曲卧庄伯 孝侯十五年 庄伯刺杀了孝侯 但是又被晋人打回到了曲卧 晋人继续拥立了孝侯的儿子 是恶侯 恶侯在位的第六年 庄伯再一次发动进攻 他贿赂了周桓王 一起来攻打恶侯 恶侯战败出逃 并且施于童年去世 去世的时候 庄伯再一次的率兵来攻打 但是这一次呢 周桓王就反过来了 他反过来帮晋来讨怕曲卧 孝侯不得已又退回了曲卧 之后晋人就用力了恶侯的儿子 是埃侯 这个名字一听就不是什么善中的主 埃侯二年 反二代庄伯也去世了 他的儿子曲卧武功继位 既然是已经叫武功了 也就意味着他这个反三代 终于是成功了 但是他的成功也不是随随便愿的 他前后需要干掉三个晋侯 先是埃侯九年的时候 干掉了埃侯 然后晋人立了埃侯的儿子 叫小子侯 应该是年龄比较小吧 小子侯在位了四年 被武功又杀 但是武功依然没有成功 因为周桓王又来参护了一把 武功再一次的退守到了曲卧 晋人这一次立了埃侯的弟弟 他的在位时间就比较长了 足足有28年 但是这个武功还是比较能等的 他并没有死 而是28年之后 他又杀死了这个心力的晋侯 因为已经经历了28年 周这边也已经发生了变化 换了两位王吧 到了周黎王这里 武功通过贿赂 终于是让周王社 承认了自己的合法地位 经过这些年的折腾 估计晋这边也是折腾累了 而且也有可能是找不到 更合法的继承人了 也算是放弃了抵抗 于是这一次的曲卧武功 终于是成为了整个晋国的武功 到此曲卧带进的这一进程 才算是正式结束 前后总共持续了60年的时间 也真是把这个篡位 当做加入事业来干了 不知道上面这个过程 你还能不能记得住 我们来简单的总结一下 就是环叔干掉了一个晋侯 庄博干掉了两个晋侯 而武功干掉了三个晋侯 然后我们这张图的绘制 一般来说是同一辈 我尽量把它对齐 但这一段如果还是要对齐的话 就不太好看了 所以我是按照这三个人的 在位时间来摆放的 最终完成曲卧带进的晋侮功 这一年已经是76岁了 他仅仅在位两年之后就去世了 忙活了一辈子 没过几天安生的日子 全都为自己的儿子奋斗了 和现在的家长是不是有点像呢 不过这个儿子还是比较争气的 正是从他开始晋国迎来了春秋霸业 但也正是这个儿子 买下了之后韩兆卫三家分镜的伏笔 不过在介绍晋国称霸之前 我们还需要先去介绍一下 其他的几位更早的霸主 比如说郑国和齐国 那么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